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娜 探说宇宙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 今天我就来聊一下国际空间站都什么样 它们是如何生活的 一旦人类进入了太空就成了外星人 而且在太空中生活一切都变得不太一样 比如睡觉进了这个洞 实际它就是个睡觉的地方 它们可以在门后边度过数小时安静的时光 不会被无线电摄像头和控制中心的指令打搅 在太空中睡觉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在地球上当你躺下时 双脚立刻就有了放松的感觉 而在太空中你绝不会有如此的感受 以至于某些宇航员用弹力绳索将自己固定在墙上 以求找回类似的感觉 而睡之同样有讲究 讲手放在睡袋里边还是外边是一个问题 重复这样 如果在外边你看起来就像一个保持古怪知识的霸雷屋演员 感觉将手放在里边如同铲桨一样的睡枝 一名宇航员在周一早晨时引用了调和橙汁 下午便以小便的形式排泄掉 同样的水经过净化处理后 第二天重新用来冲调橙汁 空间站上没有为食物准备的冰箱和冰柜 虽然也有做科学实验用的设备 但是食物的处理与保存工艺远优于20年前 大多数经过真空包装和罐装保存 早晨可不是那么容易 原先在地球上洗头这么简单的事 在太空中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太空站中食众是非常好玩的事情 可以颠覆你在地球上的认识 空间站中流水的水滴只会漂浮在房间 还有可能漂到设备上 因此要用吸管袋 在袋子里面放像喝水瓶那样 先挤出一滴水 要你的牙刷把它捡起来 要用手拿着 它会漂浮在那里 这样的吃法很不错 太空站中有许多食物选择 不过都是干燥的 要加湿过才可以食用 中文字幕提供 那里需要修理 这些工具不需要拿着 这里没有行走 整天都是飞来飞去 打开这个门 哇 好深啊 不过没什么 放心的跳下去 或者说飞下去吧 你会轻轻的到那里 物体在那里没有重量 这么大的东西 能像羽毛一样飞着 零重力对健康拥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在零重力的环境下生活就相当于长时间待在医院 不只是骨密度 游航员的肌肉比例 力量 血量 有氧耐力 无氧耐力 精力都会下降 空间站提供少数的健身器材 游航员每天都需要进行两个半小时的锻炼 这类锻炼至关重要 在空间站上 普通事物也会变得很奇怪 健身脚踏车 没有车把 也没有座椅 由于没有重力 很容易用力过猛 因此 腿上要系上安全带 健身的时候 也能观看电影 只有讲笔记本悬浮于适当的位置 就好了 感谢观看 这些空间站的住户需要避免在同一地点停留过久 由于没有重力帮助空气循环 锅出的二氧化碳 很容易腹集在头部附近 最后会引起所谓的二氧化碳头痛 空间站 空间站配备了风扇帮助缓解这一问题 空间就说不通的了吗 空间提供是一样的 宇航港 这是宇航员出仓在太空行走时需要穿的宇航服 上面有许多电箱 里面是太阳能系列的机械 有时他们不能正常工作 记住太空真的很冷 真的很热 而且是没有压力的真空 设备不一定能很好的工作 所以可能不得不出去太空行走 后面这个口是进入太空的窗口 服装非常大 有300磅 幸运的是在太空中没有重量 所以不会很重 宇航服上有加热和冷却系统 在太空中它就是个小飞船 又没有在太空中 而是在太空中 在太空中有点重量 希望能够在太空中有点重量 有点重量 我会很难看 在太空中有点重量 有点重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